夜神人靜白色轿车经过不到5秒 路边的民宅楼地板 瞬间大面积坍塌扬起巨量烟尘 黄砖瓦力及建材 直接重压起楼机车 蔓延到两旁门前 甚至喷飞到大马路 附近居民听到深夜巨响 全都饱受惊吓 有一阵震动啊就是跑下来 因为很老就有 早上就有砖块掉落了 好像地震以后 但又不是那么大 处在台北大安区文昌街 移动屋林超过50年的楼房 近7到8年没人使用 没想到19号晚间10点半左右 二楼地板突然崩塌 锦销第一时间到场 屋内无人受困 随即拉起封锁线管制 不过底下6辆机车 惨被毁损的建材波及 摊塌现场触目惊心 二楼地板倾斜摇遇坠 大片砖墙碎裂三楼一地 钢筋扭曲变形 墙凤树跟盘距 一次楼上还长着大树 建管处结获通报后 立刻派员到场处理 同时请北市建筑师工会 协助勘查结构安全 摊塌的状况来看 主要是因为可能钢筋的锈石 还有早期的施工的品质不好 可能雨水啊 或者是一些外部的水源 可能会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伸缩缝 然后跑进去 然后当然它就在我们结构体里面串流 其实它跟领防的建筑物结构是分开的 不会影响到两侧领防结构的安全 因为它没有三境管理委屋之责 所以我们会给予裁法 因为坍塌的楼房距离约50公尺 就有一处工地 是不是施工造成坍塌 还是结构本身就很脆弱 年手失修导致 详细原因还有在相关单位 后续调查理清 叫黄玉俊 纯光与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